中共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日前在美国访问 他与美军将领举行了双方七年来最高级别的会谈 而台湾问题仍是双方分歧的焦点 陈炳德在记者会上声称 在中国沿海地区没有部署导弹 所以对台没有撤飞弹的问题 但如果有必要 中国可能会动用武力 他还表示 美国对台军受不仅损害美中关系 而且还将阻碍两军顺利的交流与合作 那么外界对于这番言论是如何解读的呢 一起来看一看 陈炳德这次有关台湾的公开表态 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关注 台湾国安局长蔡德胜19号表示 中国大陆沿海部署飞弹 目前不论在量或单位仍不断增加中 有没有威胁是感受问题 说大陆对台没有威胁 全世界没有国家赠同这样的论点 美国克莱蒙顿研究院的军事专家林长盛认为 虽然在陈炳德讲话后 中共国防部官员又做出了导弹部署不在福建的解释 但陈炳德表达对台湾问题的看法时 模糊中国的导弹部署区域显然有失公允 和事实的差别很大 中国调整台湾的导弹并不是摆在福建沿海 经过美国的人造卫星多次的盘测 到现在为止是1425枚 它其实是不如在三个省 一个是安徽 一个是江西 一个是湖南 美国海军上将马伦和陈炳德的联合记者会 是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 陈炳德在会上还说 美国以与台湾关系法这种国内法来保证台湾安全 是干涉中国内政 太霸气了 陈炳德说 不少的美国议员对他说 有重新审视与台湾关系法的需要 台湾驻美副代表张大同19号 也针对陈炳德的说法 向媒体表示 经过他们向当时在场的人事查证 美国议员并没有说过这个话 我们有问过在现场的人 他说美国议员没有讲这个话 我想陈炳德的他讲的话 记者会里面其他一些比较不太确实的发言里面 就可以知道他可能是 我们客气一点就说自说自发好了 或者他想要国会议员这样的讲 其实国会议员对于台湾关系法的这个支持 就是真的是这个就无庸置疑了 陈炳德说 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肯定会影响两国和两军关系 而影响程度是从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程度决定的 也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马伦将军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只要与台湾关系法仍然有效 美国就要遵守法律 直到国会修改 而就他所知 目前修改这部法律 并不是美国国会的优先考虑 对于陈炳德警告 对台军售将影响美中两国关系 张大同说 任何一位中国大陆领导人来美访问 都会致视地对军售问题提出所谓的警告 但美方也都会重申一贯立场 就是美国依照与台湾关系法 有法律义务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 林长盛认为 美中军事关系发展的第一大障碍 就是台湾问题 但美方在军售这个问题上 至少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未来 不可能做任何的让步 台湾军事专家 国民党立委林玉芳也认为 为了维持两岸军力平衡 美国军售的立场不会改变 新台人记者王子齐 葛雷 综合报道